很多觀眾都不太了解我們的歷史 或者我們的過去 但其實我們是香港最早的那間 公家的藝術博物館 我們都很希望在重開之後 大家可以再一次認識我們是哪一個 大家做朋友的時候 再一次去了解我們 就發覺很多觀眾 不知道我們自己館床的強項就真 在這方面覺得應該要做多一點的功夫 因為始終一間博物館 它的面貌和性格 是反映在它的館床上的 我們的館床有四大館床 包括有中國書畫 有中國文物 當然有現代及香港藝術 也有中國外銷藝術 即是一些18、19世紀 在廣州興起的外銷畫 其實它反映了的是 我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刀匯 它的一種文化的承傳和系譜 因為我們在這四大館床裡看到的 不單止是藝術家的創作 還有很多人的捐贈 亦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一些收藏文化 還有一些文化人的活動軌跡等等 其實我們的定位離不開我們的DNA 看回我們的藏品 都是顯示或呈現一個多元萬丈的藝術世界 這個多元的世界也都很代表到香港 裏面我們在比照中西、古今、本地國際 或者一些高檔次的和一些比較貼地的文化都有的 我們今次有一個特別的國際的巡展 一個借展 就是Tate 泰特美術館的觀景景觀這個展覽 因為它是第一次我們和Tate合作 雖然它是一個巡展 但是來到香港這一次 就有差不多一半的展品 都是為香港選擇的 所以就沒有去過別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後這一幅 就是Hockney 最大的一幅風景畫 很難得來到香港有得看 譬如我們今次你會發覺 我們在小提大作裡面 其實因為星級館廠裡面 有很多是前輩的創作 但是我們又會找回一些本地的藝術家 去呼應這些前輩的創作 去做一些當下的關注 或者一些概念 對於生活的一些感受 的作品 譬如好像 金志強他呼應了一件 竹的筆筒 本身很多時候竹器給人感覺 就是好像很傳統的中國雕塑文化 或者一些文藝術 但金志強他又將竹器這件事 變成一件超現實的一堆魂 而那堆魂又是一個龍 而那個龍他又好像想說 現在一些譬如有些人居住的問題 還有他們和空間之間的感覺 他完全是跳出了一個 我們完全只是看一件中國文藝術的空間 令到我們有時看藝術品 就算我看見一件瓷器 我可能都可以走出去那個框框 想到別的東西 都希望在接下來的將來 用我們自己一個獨特的策展的角度 是帶出這個多元萬丈的藝術世界 它的特色 還有也都希望觀眾 透過我們的策展 可以有一個新的角度 去看一些傳統的東西 也都讓藝術和生活可以連結在一起